終於來到台北了 現在的時間是凌晨四點鐘 來到台北第一件事當然要找地方下腳 朋友都已經推介了很多民宿 有西門町、台北車站 但他們不知道原來在桃園機場 這裡有一個最近的民宿 他們知道我今天來 特意以VIP的形式招待我 現在立刻和大家下去直擊一下 哇 這麼快就來到台北台灣機場 最近24小時全天候的室外閉息民宿 我們事不宜遲 不如快點去Check-in先 問一下Receptor姐姐 難怪你又想Check-in 我們一般人 香港人去旅行最怕Check-in很煩 他說手足很簡單 只需要拉這個 走進去 走進去 我們立刻進去酒店看看 哇 一進來就感受到 台灣單層面積最大的民宿 我們不如看看VIP有多大 這裡輕輕一數 床位都約200多個 站位還有一萬個 連我們香港那些通風會最擔心的土森路線 很清楚列明到的 你看 真是火燭都不用怕 這裡已經這麼近距離 已經有一個消防設備 所以只要輕輕一按 就立刻響了 我當然不會按給你看 但來到台灣已經立刻感受到那份 安全感了 講到民宿的設施 可以說是一影俱全 你看看這裡 有凍水 還有熱水 還有凍水 混合熱水 還有暖水 而這邊還有無緣的水 為什麼無緣 因為它看不著無色 只要關掉它 就有緣 你看看 那邊還有一個離地一米的空中花園 最重要的是這個 室內陪屋的盆景 聞一聞 覺得台灣的公廁很厚 這個時候 我找到在這裡睡著的住客 有在這裡的睡眠症風 我們不如找他聊聊 不如 先生 你在這裡睡了多久 噢 為什麼你會選擇這裡睡的 如果十顆星的話 你覺得幾多顆星的舒適度 大家都聽到了 證明這裡真的沒有選錯 訪問完睡覺的住客之後 我看佛門的美麗分開會最好 在我身邊只有兩位朋友 在我身邊只有兩位朋友 對 香港的朋友說Hello Hello 你好 怎麼稱呼你們 我叫Lucy Lucy 我叫Alexis Alexis 其實你們在這裡待了多久 我們大概八點到這裡 晚上八點 對 那你們待會要幾點鐘 在坐飛機 嗯 差不多五點 五點鐘 那為什麼你們會選擇這裡 這裡的 嗯 還能 舒服 很舒服 那如果十分是滿分 你覺得這裡的舒服的程度有多小 三 三 哈哈 你呢 嗯 我覺得還能住 這邊十個吧 十個 哇 非常 那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 你們會再來這裡住嗎 來這裡住的話 對 有機會的話 哈哈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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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 謝謝 在這裡參觀完之後 又和這裡的住客聊完幾 我真的完全感受到台灣龍行的文化氣息了 正所謂入香隨俗 這個時候 我就馬上要試一份這裡的床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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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